各位大家好 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北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的时间大概也只有30分钟左右 但是我知道对于大学生来说 你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交流吧 就是您跟你借了十几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来跟你讲一下 我自己的人生在过去的二十年 是怎么样的一个旅程 非常谢谢104 当然也要谢谢张老师 还有刚刚沃先生的一个推荐 我原本是跟104讲说 我真的时间上是比较困难 因为上次跟我约了另外一个时间 我还在国外三月的时候 我是在澳洲 我想要问大家一下在场的人 你小时候就已经想象到你现在会在这里 然后你以后的career你的职业会走到 像今天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尤其是在医学院医学系或者护理学系相关的这样子的产业 有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小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的人 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吗 我去环游世界的 至少对我来说那是我很想要去看的一个很想要实践的一件事情 我想今天大部分的人根本都不知道我这个人是谁 但是那为什么他们会邀请我 那为什么我今天会站在这边 这是接下来我半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在今天之前我们有见过面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 没有太棒了 所以你不知道我是谁 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呢我们现在以网络的世界来说 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方式 事实上有一些很快的方法 就是直接去Google他的名字 然后看他相关事项有多少多少的事情 那如果你的名字比较是菜市场名的话 你大概会跟别人会重复了很多 但是不是的话 你可以在几乎十秒钟之内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的过去 还有他所经历过的一些 但是通常我们不会走到那一股 通常我们看到的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眼 我们就看他人的外表 然后我们就看他 就问他说 你的学历是怎么样 你的经历是什么 你曾经去过哪里 然后你代表的是谁 这是很真实的 这是很现实的 以后你出社会的时候 就在不久的将来 然后大家就直接问你说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从哪里来 哦高雄人 哦高雄人 包括这个声调音调 还有你从哪里来 就代表了我对你这个人的stereotype 和你对你的认识 这张照片是我跟我太太的合照 只不过你没有看到我太太 是因为那是我的脸和她的脚 你就知道我们平常相处有多好 不过今天因为她在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再多讲什么了 哦如果你看到她本人的话 你会就会觉得说 你接下来半个小时 就会一直在想说 她凭什么她为什么 就是会有这么漂亮的太太 所以我就先卖个关子 你们可以猜一下她是谁 会坐在哪里 学历经历这些都是一个人的profile 甚至我的名字 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会被人家所定义 或假设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名字所代表的意义 像我们的家族来说的话 我从我爷爷的那一代开始 就已经是大学的教授和读书人 我爷爷是甚至我的真祖父的那一辈 我的真祖父他们是台湾最早中华民国 最早被派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研究所了以后 回来台湾开始了台湾的清华大学的复学 然后他当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长 我的爷爷是台湾 只要你是跟心理辅导系有关系的 他们是他是最早的一批的老师 在彰化示范学院 就是早期的台湾的教育大选 台湾诗院 我的叔叔有在不同的学校教书的 一位是在四星大学传播学院担任院长的 彭怀珍教授 另外一位叔叔在彭怀 彭怀恩教授 彭怀珍教授是在东海大学 然后我的一位姑姑之前是在 重大担任新闻系的老师 然后现在在原志大学 所以我是长子 也是长孙 我不是在讲说我的家世有多么的显赫 就是我们家都是读书人 很明显的我的名字叫做书瑞是有原因的 书是读书的书瑞是瑞智的瑞 期待是就在名字的里面 也许是长辈就对我们的期待 很会读书或者很聪明 可是我走了一条 跟别人的期待者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路 我的弟弟叫做书影 读书的书聪盈的影 我下面还有几个堂弟和堂妹人 叫做书汉书灵 汉灵冲动你知道吗 也是书很多的意思 还有书亚书园和书尾 你就知道我们家只差了一个书好 就有人会打球了 但是我的堂弟们或者是堂妹们 也都非常非常棒也非常的优秀 包括自己的弟弟 刚刚这个三年前从北大刚读完博士回来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我是我们全家学历最低的 但是我每一次在 不管是家族聚会 是我们同学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常常他们最喜欢听的一个人 就是我 我来讲我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 和我的一些的故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你今天看到我的时候 也许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不认识我是谁 那真的没有关系 而且你离开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会有一个 你会只剩下一个印象 就是今天好像有一个 小眼睛的胖子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我今天是非常非常惊讶 我觉得今天应该只有 20个人30个人会来 结果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我想你们应该是因为便当吧 但是你们又不能吃 所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的故事 从2003年的甘比亚开始讲 这是将近距离现在 已经有十多年前 十五十六年前了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大陆 这个地方叫做甘比亚 我去加入了一艘船 这艘船是一个国际的志工船 这艘船的名字在希腊文叫做Doulos 意思是仆人的意思 这艘船上有三百多个人 来自全世界五六十个不同的国家 我当初加入船的原因 也是蛮单纯的 是因为我很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们大学的毕业生 通常在我们自己职业选择的时候 我自己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大学读的时候是英文系 我们读英文系通常最好的一般的出路 就是叫上去104 然后登陆 然后去看有哪些不同的工作的机会 加入一个外商公司 也许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出路 那这个出路通常代表的就是说 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很假掰的英文名字 嗨你好克里斯丁娜 那样子 那然后就会开始你在外商公司里面的一些的career 他有比较好的福利 然后等等等等 我跟我自己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现在已经20年过去以后 我跟他们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career path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来听 要怎么样子在台湾的所谓的教育的体系 还有我们的职业 有什么样子一些规划 我想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旅程 但是我今天跟你的分享就是 这些的不一样也造成了我的人生的路径 大大的不同 就好像我们国中的时候 也许有读过的一个英国的诗 就是前方的路径有两条路 我选择了比较少人走的那一条 而我的人生也一起大大的不同 2003年的时候在甘比亚 是怎么样子开始的呢 我们要加入那一艘船 然后电脑船就是环游全世界 每隔两三个礼拜 就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 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 然后船上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浮动的海上的图书馆和书城 所以它就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 传递知识 救援和希望 那我当初要加入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很多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同时也考国内的研究所 我有申请国外的研究所 我也申请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25岁26岁了 也当完兵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很多很多 理所当然的选择跟大部分的同学 是很类似的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撞游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撞游这件事情 或者你已经做过撞游了 就是或者是在西方的世界 我们叫做The Gap Year 就是大学毕业 然后到真正出来工作之前 有一年的这个去看看世界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在欧美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18岁以后 在高中毕业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在将近20年前这件事情都还不是很特别 我上个月在澳洲的时候 当地的台湾人跟我讲说 平均每一年都有2万到4万的 这个Working Holiday的申请 在澳洲 超多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 光是澳洲一个国家 就有每一年有好几万的台湾的年轻人 在30岁以下的人去申请 到那边去 然后工作或者是赚一些他的第一桶金 这是他们的期待 但是我的旅程很不一样 这张照片会说很多的故事 但是我想先从一个影片来开始讲起 就是我刚刚想要跟大家放的 我后来回来台湾了以后 有人借给我一首他的歌 然后把我的旅程做了一个影片 先跟大家分享 你看到有的时候 我的头发比较短 有的时候比较长 诶 为什么没声音呢 保持 就表示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你看到有的时候 我一开始上船的时候 他们把我丢到厨房里面去 我就开始洗碗 为了三百多个人在做菜 那个时候我的下巴还比较明显一点 现在 这是在甘比亚的一间小小的教会 然后 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些社团的活动 我学会了做这个气球 哇 好多小朋友来台队来跟我们要气球 有一个小朋友就要我 他什么都不要 他说我只要机关枪 我从小就不学好 然后你们国家一天都来打仗 这是在斯里兰卡的一个监狱 我们刚刚帮他们盖完了一些的shower的 这个洗澡的东西 然后他们非常开心就跟我们一起打板球 然后跟我们一起跳舞 这是南非的一个孤儿院 这边的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可爱 但是他们都是爱之并垂直感染的小孩子 很多小孩子在他出生的时候 他们生命就被决定了 这是在南亚大厅的一场 这是在南亚的海啸过后一年 然后我们回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去的时候 还有很多地方交通仍然非常非常的混乱 然后随时都可以看得到大型的车祸 这是地中海的日出 这里是埃及 这些小孩子都很可爱 但是很多的女生大概到12岁14岁的时候 就开始蒙面了 你就再也看不到她的真正的脸庞 这是塞内加尔 这里是肯亚 这是在我们的柜台 跟我们买冰淇淋的 请 这是我在海外的第一个生日 27岁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朋友就围着我们 然后给我唱生日快乐歌 这里是意大利去罗马的路上 这里是黎巴嫩 以色列隔壁的黎巴嫩 后来我成了媒体的发言人 几乎每个港口都有机会上电视 这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是非洲的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的样子 在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回去看 我的开始 就从这一章开始 我的时间也大概非常有限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来简单的分享 这一段的旅程的故事 今天结束了以后 你会记得有一个 小鱼鱼鱼胖子跟你分享过 但是也许你会忘记我的名字 没关系 有些很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忘记了 虽然我刚刚才讲的 但是我已经去过了全世界 有六七十个不同的国家 这是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跟你讲这段旅程对我来说的意义 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就是 你今天几岁 你今天是二十岁 二十一岁 你有想过你三十岁的时候 或是说像我今天我四十岁的时候 你会站在哪里 你会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你会说什么话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 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老了 或是因为我们常常讲 中国人讲说三十而立四十之天命 而是因为我就在上个学期 我第一次被邀请回去 第二次被邀请回去我的高中的母校 我是成功高中毕业的 然后去我们学校跟了一千多个高一的小男生 要跟他们讲我的故事 我那时候觉得再讽刺也不过了 因为我是我那一届 所有成功高中那一届毕业 所有第一类组里面 唯一一个在大专联考里面 第一次日间部的考试 大概是唯一唯二 至少是个位数的人 没有考上的人 我后来就考上业大的 然后我竟然被邀请回去 当做一个所谓的好的案例 或者是优秀的校友 那我在想说 如果你二十年之后 被邀请回来你们的学校来演讲 然后104问你说 你要讲什么题目 你会讲什么 你该讲什么 你是谁 你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边 我所 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故事 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旅程 对一个大学刚刚毕业 当完兵的一个男生来说 理论上来说 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虽然他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也许二十六岁 还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年纪 但是这就是那时候的我 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吗 事情再讲更久一点 这个可爱的小男生 就是我小时候 在淡水河口 或者巴黎的河口 我的父母 我不知道是我爸爸 还有我妈妈帮我照的 现在我自己有小孩子 我觉得渐渐的比较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很喜欢 把小孩子穿的 这个衣服颜色很多 然后觉得衣服颜色还不够多 再给他颜色更多的一个帽子 然后叫他摆一个样子 然后给我们照相 现在渐渐的比较了解了 那时候我的父母 应该不会知道 后来我人生的一些发展 因为他们不是这样子规划的 不会知道我长大了以后 我只是会坐一艘船 更是住在一艘船上 这张照片是在苏格兰的首都 叫做Edinburgh的外港 叫做Leif 停在我们船的后面 这一艘是英国皇家的Royal Yacht 这个是属于皇后的那艘船 我们船停在这里 我一开始的时候 一上船被安排 因为我们是国际志工嘛 你要住哪里 都不是你自己安排的 我一开始住在船 这个水平面底下的 这个一个大通铺 大概跟12个臭男生住在一起 全部都是来自全世界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的人 我们的我的室友里面 都是来自于什么刚刚有看到 纳米比亚 然后这个奈及利亚 然后有来自美国的 有来自澳洲的 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然后那个这艘船 又是全世界最老的一艘 还在航行的船 是金氏世界纪录有名的 1914年建造的 所以很恐怖 晚上在 就是有的时候在航行的时候 你晚上睡觉会听到那个 金属撕裂的那种声音 然后你突然穿上 Oh my goodness 然后你会想说 会想唱那个 小时候唱的 百郎桃桃窝不怕 对不对 后来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 这是我 这是我的一些经历 我出了国了以后 更多的去看见了 学了几个很重要的功课 然后我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然后也是我自己的一些反省 就是我反而是出了国了以后 或者在海外的时候 更多的开始去认识 我自己的国家 和我这个人 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这样子的定位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 有人笑称是车轮旗 对我们的国旗 我们的identity 或者我们的从属感是什么 这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 但是当我们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更是觉得说 哇 我真的需要有一个 能够代表我 和我自己是谁 和我是从哪里来的 那样子的身份 当别人在说 当别人在说 OK 我跟他讲说 I'm from Taiwan 然后他误会台湾就是泰人的时候 你的那种生气 就说 I'm from Taiwan 然后这个人跟你回答说 Oh I like Thai food very much 然后就很想扁他 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开始去认识你自己是谁 然后更重要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就是 你自己又不是谁 我刚刚讲过 我们也许通常一般外文系 出入最好的大概就是 去加入一个外商的公司 我没有想象到 很快的很快的 就在一个很国际的团队里面 一起工作一起的生活 而且呢 我发觉 语言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尤其是讲英文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 你英文的程度怎么样 在真正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 英文说实在话 它不是一种语言 它是一种工具 一种沟通的一种工具 有的时候你英文太好 别人反而听不懂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船上的时候 我们要彼此之间的沟通 就要把自己的语言的程度 都要拉到差不多的等级 那我们平常讲说杯子好了 我现在看到大家 有很多人带着杯子 刚刚一个杯子我们叫做 叫做cup 对不对 然后玻璃杯叫做什么 叫做glass 然后那个咖啡杯 我们去点咖啡的时候 叫做什么 叫做mug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在船上的时候都叫什么 叫give me that就可以了 就是nothing over there 所以有的人 他的英文程度很差 但是你至少要提升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说 你知道什么叫give me that 所以最痛苦的人反而不是英文差的人 最痛苦的人就是那些英文是敌语言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那些英国人啊 美国人都超级痛苦 然后尤其是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 有一个印度那个印尼的男生 然后就跟那个英国人就讲说 I speak English but I don't know what you speak 哦 那个英文超级的 他说 I am English whatever coming out of my mouth is English 因为你看英国人讲话是good evening everybody 但是他说我听说那些说话 所以我们就是尝试着在这样子很跨文化的过程当中 开始彼此的认识啊 那更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是谁 然后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背不亢的 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我是一个很喜欢说故事的一个人 但是我没有想象到就好像当年那个小男生一样 没有办法想象他自己长大了以后会在海外的工作 或者是有这么多彩的一个的人生 我是一个很喜欢说故事的人 但是我没有想象过有一些 用一些最特别的方式 在一些最特别的地方说一些最特别的故事 像这张照片照的地方是在肯亚的第一大港 叫做Mombasa 然后那一天他们邀请我们去当地的一个孤儿院 去跟这些小朋友踢足球 各位知道踢足球很好玩哦 有没有人 有人踢过足球吧 知道踢足球总共有多少人 一场十三 十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十一个大人 想说人家还有小朋友嘛 就我们也不要甚至不武这样 结果就到现场去跟他们一起踢足球 就一到现场看到说 来两百多个小孩子 而且 所以就不叫踢足球你知道吗 两百多个对十一个 那不叫地址叫打群架的吗 就是一颗球滚过来 然后结果两百多个小孩子朝你冲过来 然后就啊啦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个地方叫做孤儿院对不对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可怕 就是更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那么多家长在这边跟着一起来 就明明是孤儿院 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家长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我真正到了海外了以后才知道有很多东西不是只是表面的或者是那些所谓的苦难啊 还有他的更深的一层的故事 那些家长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的孤儿是因为他们的家里面的爸妈因为艾滋病而过世了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 就所以他们必须要脱孤 脱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邻居 隔壁的爸妈或者其中之一位过世了 那这个小孩子自动就变成你的孩子 或者是有人是跟着舅舅 有人跟着家里不同的人 所以这个情形在非洲很多很多不同国家还蛮普遍的 然后那一天呢 就他们邀请我在这边跟他们一起来说故事 我们后来就临时改变了很多很多的规则 就是我们不踢足球了 我们就负责我们就负责不同的事情 那我那天在负责说故事 故事就是当地肯亚的人讲的话不是肯亚话 他讲的话就是Swahili 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就是我讲的这个故事 每一句话都要被翻成当地的语言就是Swahili 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那位老师就很努力的帮我翻译 讲完了以后我还觉得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因为那小孩子笑得气歪 然后就小孩子很想 They had a good time 然后我结束以后就很谢谢我的那位帮我翻译的老师 我跟他讲说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ranslation It was really really good 非常谢谢你给我的翻译啊 你翻译得非常好 那老师只回答我一个字我就知道刚刚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蛤 原来他不懂英文所以我们刚刚20分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刚刚有一个小眼睛的白人在讲一个故事 大家配合一下好吗 这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世界 而且你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或是我没有想象过的 在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上特别的方式在说这么特别的故事 大家看这个食物你看我的生产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我们到哪里去都很想去尝试当地的食物 但是终有我实在受不了的一些东西OK 譬如说像是这个 大家你觉得看起来像什么呢 你可以诚实的说我为了不要影响大家的食欲 但是你在心里面想到什么 对就是很像那种东西 跟你早上出来的东西是蛮像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食物是伊索比亚和二厘水亚这个东部非洲 非常非常有名的食物 重点不是上面的这些看起来像那个东西的那个东西 重点是下面这个白色看起来像镯金的这种 但是他们的主食叫做银子 就是由小米和糕粮做出这个磨出来的粉 去做出来有点像是有点像是酸酸的蛋饼OK 然后这是他们的主食 然后每一餐都吃这个连早餐都吃 早餐中餐晚餐都吃这个 然后上面的这些蘸酱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有点像是咖喱类型的那些蘸酱的东西 然后就是大概有五六个人坐一桌 然后大家就把那边边撕下来 然后蘸在那个吃 而且这东西超环保的 就是吃完了以后连桌子都不见了 就是整全部都吃掉了 但是这东西看起来真的是不太适合 对就是感觉像是那种这种东西 我都觉得要克服一些心理的障碍 但是的确我没有想象过的 我很喜欢吃东西 但没有想象过在这样子的地方吃这样子的食物 这张照片照的地方是黎巴嫩的贝鲁特 大家应该知道黎巴嫩是哪里 那贝鲁特就是一个充满了许多的战争和冲突 还有历史故事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有机会进入那个国家的时候 当然对我们来说 对一个台湾长大的一个小孩子 我从来没有见识过什么叫做战争 什么叫做恐惧 就像我在这张照片所照的地方 在这张墙的前面 照完了以后回头来看 才知道原来这后面那些 那个斑驳的那个墙面 原来都是机关枪打破的一个痕迹 Try it 我是想要给大家有一些挑战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我不知道你生命到现在20岁出头 有没有一些时刻你的生命是很清楚的 它是有一个停格的一个时刻 停格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实在太震撼了 然后你会开始去思考很多东西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是那个时间好像永恒一样 在我的这个旅程的当中 有好多这样子的时刻 我会感受到这些生命的停格 我觉得那些是用学位 学历 我的成绩 我在工作上的成就 是完全换不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像 像这样子的时刻 我在里巴嫩的时候去参加了 当地的阿拉伯人的基督徒的 礼拜天的聚会 然后 我以他们的那种聚会的方式 各位知道阿拉伯人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的状况之下 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 因为他们的祷告 他们的那种热情 然后 但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他们要身为一个 在酿子地区里面的一个minority 然后他们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 他们邀请 一位长老就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去吃午餐 在聚会结束了以后 然后他家是在半山腰上面 然后我就在他们家的窗户的旁边 然后望出去说 哇 你家的view真好啊 这边可以看到整面的山坡 然后这个建筑物是 这个依让而生 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然后那个男主人一看到我站在窗户旁边 一个箭步去把我从窗户旁边 给我扑倒这样 把我拉回来 他说你疯了吗 我说怎么了 什么事情 他说你不要站在窗户的旁边 因为你有可能会被sniper射上 哦 哦 好 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 我原本以为就是他挺没礼貌的 怎么会这样子来对待一个客人这样子 我就想到他为了信仰 所要付上的一些代价 这些东西在我学校里面课本里面 没有看过 没有教过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但我相信没有改变太多 就是我们去认识世界的方式就是 别人已经几乎都帮我们决定好了 不管是历史课本 地理课本 物理化学课本 而是别人已经决定好了 然后我们应该要去关心 我们要去在乎哪些事情 然后就会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只要不会考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就是相对比较不重要的事情 像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时刻 我所接受到的震撼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当我在南非的时候 我的双手包着一个因为营养不良 然后又因为父母的艾滋病的垂直感染的关系 这个小男生小婴孩握在我的手里的时候 我明明知道这个小孩子体重是如此的轻 但是我所学过的任何的东西 我的世界观是没有办法告诉我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是如此的沉重 我相信在场也有很多的同学们 你在医院里面你实习的时候 或者你看到的一些事情 也会开始让你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后来回来台湾 当然我的人生变得非常非常不一样 原本只是两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又延长了两个term 所以我总共在海外做国际志工服务的时间 有超过将近四五年的时间 我跟那艘船去了大概有四十几个不同的国家 然后回来台湾了以后我想说 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了 我回来台湾以后成为一个有点像奋金的人 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看到很多东西都很非常非常不满 尤其是千万不要让我去大卖场 我会非常生气 我去大润发或者去Costco 我就说你是不是还这么一个食物 可以让多少人可以吃一年啊 我的老天啊 我就跪在那个肉排前面生气 后来自己买了一些回去吃就是了 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 然后就觉得说 哇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的不公平 但是我蛮感谢上帝让我有另外一个机会 能够留在台湾 然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事人 这张照片是后来我加入台湾世界展望会 我有一次来北一演讲 也是跟世界展望会的活动有关系 没有办这个G22还是G20的一个活动 有人参加过吗 G230 这边也没有人参加过 好 下次要参加 那至少是一个体验 然后我后来加入了世界展望会台湾的办公室 然后我负责的是整个东部非洲的人道救援的工作 就是各位的募款啊 或者是台湾的爱心啊 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刚刚这一个 这个相片里面的这几位专员在负责 跟国外的一些的配合 像这几样照片都是我自己到现场的时候照的 我后来突然 我原本以为我永远不会回去 那些世界的镜头对我们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 像是非洲啊等等的地方 没想到很快就回去了 这是肯亚 这是索马利亚 这是伊索比亚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讲 但是我想时间的关系 也跟大家现在今天的状态可能不太适合 但我要讲一个故事那对我来说 那对我来说又是另外一个人生的转换 因为我在那边待的并不是很长的时间 因为我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一个calling 到后来我人生的转换就变成说 我的我的我的我听到的这个我所感受到的这个calling 这个呼召和这个vision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不是只是为了很多的时候 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的 我相信这以这个职场的讲座来讲这些东西是 是有点感觉很高调 因为我们刚刚就在不久之前 在才20分钟之前就在讲说我们的薪水要多少 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我们学长姐做什么样子的工作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跟这件事情是 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如果我们看的是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20年之后的你 如果今天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只是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 你觉得他会让你感到骄傲吗 或者是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我想我用这一句Helen Keller的话 来稍微做一个总结好了 Helen Keller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谁 大分的时候我们从小就有听过 这样子为人的一个故事 Life is either during adventure or nothing 人生若不是一个精彩的冒险 他就什么都不是 他不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 他的人生有许多未来可能性就摆在他的面前 然后他的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 身体一天一天衰败 但是他仍然有非常非常强的意志 他要继续他人生这些精彩的冒险 那我想说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大学生三年级 四年级也好 你人生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但是你愿意他这一场冒险 你还是有一点点梦想 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听过 因为也许你有看蜘蛛人 Uncle Ben对这一位他的职儿是这样说的 你有了越大的能力你就带来更大的责任 我刚经过会校的那个教研大楼的前面 看到日内瓦的身为一个医者的一个宣言 我相信许多多的人都必须要去 这是你要成为医生之前 那就是你们的core value 有了更大的能力就是现在的各位 那你是不是有了更大的一个责任呢 这张照片所造的地方是在东部非洲的 吉古吉的一个难民 这是他们生活的每一天 这是他们的真实 然后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不知道不看见 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太在乎的 我今天来到这边 并不是想要来改变各位 但是我到哪里去 我都会邀请我们的同学 跟我一起来讲一下这一段话好吗 可以请大家来讲吗 预备 请 也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 谢谢 我今天来到这边 我发觉很多的同学 事实上你们仍然是在乎的 因为大部分人的眼睛都还是看着我 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到很多不同的学校去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高中生啊 大学生 很多的人 因为他是周会的关系 他一定得坐在那边 他从头到尾就睡给你看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在我搞自己的事情 我为什么还要来 如果我讲一个很讽刺的事情 很矛盾性 如果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个人 他是一个优秀的职场的 不管他是哪一行哪一业的 他如果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上了 他是如此的优秀 他为什么要来这边跟你讲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去鼓励你去达到他的优秀 他没有道理啊 如果他月入百万或者是说他的 他的时间都是以分钟来算的 那不是完全在浪费时间吗 我后来渐渐的了解了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梦想的 因为这些人他都看见世界的不同 然后他想要改变 我来这边并不是为了要改变各位的 我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我看了越多越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之间之所以站在这边 是因为我自己已经被改变了 所以我才像苦行生一样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不同的场合有人邀请 然后我还要到那边去 跟他讲我自己生命的故事 然后说你也有可能有一点点的改变 于是我的旅程就从 就从我离开了以后 离开 而回来台湾了以后就开始了 改变世界的旅程 不是从别人开始 是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从台湾的东边到台湾的西边 台湾的南边到台湾的北边 然后从小学到大学 从教室到操场到许许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各位 所以我的旅程经过了好几年之后 才到这里跟你见面 然后你仍然不认识我 为什么 为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 能够来告诉你我的故事 我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位作家 叫做Mark Twain 马克·土恩 在他的一个文字里面 我想就来做大家的一个最后的礼物 20 years from now 20年之后 20年之后 你会后悔更多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那些你已经做的事情 而是那些你应该做 你却没有做的事情 而且他用一个形容词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说 Sore of the boat line Sail away from the safe harbor Catch the tray wing in your sails 好像是一个海洋一样的 继续的往前走 然后最后他用了三个英文的单词 叫做 Explore, Dream and Discover 这就是我要送给大家的 我相信有一些人要离开了 这是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在世界展望会的集合餐食的会场 现场有将近两万人 听我讲这样子一样的故事 就跟我今天跟各位讲的故事是一样的 我没有办法改变大家 但是我希望你自己可以改变自己 我的改变就从我自己的家庭开始 这是我的小孩子 现在他已经比这个还要更大了 他是一个六岁大的小孩子 他有很酷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彭友 我姓彭 我的小孩子的名字叫彭友 我们 连我岳母都不相信 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后来我给他 我们那个户口名簿 确定了以后给他看他 说我们是认真的 而我的小孩子就带给我很大很大的 人生的一个不同的责任 我的现在就是你的二十年后 你二十年后 你可以站在你自己的学弟妹面前 你有机会的话 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也希望有机会 我们可以在脸书上继续见面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职业 你该要怎么样子的决定 我想这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驱动力 你去聆听你心里里面那个更 虽然是微小 但是是明确的一个calling 那个呼召是什么 谢谢大家 我的非常热情 我的太太在那边 所以大家就为我的太太义云 谢谢 我们把时间交给沃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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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